诸位知识 诸位居士 关心一知乡 今日分享清净道论 清净道论是佛陀为天人开示修禅定的法药 一开始天人秦法 他讲道 助力借会人 修习心与会 有情至比丘 当离此劫福 经依于大仙所说之此迹 借等种种义 如实我解释 我们前面看到助力借会人 指的就是对于轮回而生部位的比丘 那这些比丘呢 因为修精进 修借 修定 修会 所以修足六法 当离此劫福 一定可以离开劫和福 就是在三界内的烦恼 残福 让一切众生都在苦当中 但是因为对于轮回而发起出离之心的比丘 转经休息 所以必定离此劫福 那论当中有特别谈 为什么 这个叫助力借呢 譬如男子助力于地上 举正锐利之刀 斩除大主手而离服 助力于借之地 定为楚石 为锐利官之会见 以策利精进力 当斩除 吹破 脱离自己相续生 知彼一切爱福 他是整个呢 再解释一次 就像一个人 他站在地上 拿起锐利的刀 那就可以斩除大主手 那住在 立在哪里呢 住 立就是稳定的 安定的 立在地 这个地有哪一些地 就是戒 定 这两种呢 就是我们的基础 站在地上 那如果呢 这地是柔软的 那还是不安定 所以啊 除了戒之外 还要修定 这个定就是 就像一颗大石头一样 你可以一之而立 那这个就是地的意思 那要斩断主手 就有锐利的剑 那这个剑呢 指的是我们的官 有智慧之官 可以斩断主手 那如果有戒 有定 有慧 可是你都不想要去斩断他 那这个主手呢 依然没有办法破除 你依然被困住 所以还要什么 策利 精进力 策利 精进力啊 就是精进的意思 那精进啊 一般人呢 不太容易养成 所以要策 第一个叫边策 逼迫自己 逼迫大家 我们要精进 要用功 不是只有一天 两天 三天 我们每天 每天都要精进 从早到晚 安排功课 这个功课啊 每天都要用功 一天都不落下 那在家 常常觉得呢 哎呀 我已经很用功了 我今天念一部经啊 我今天送一句佛号 或者是呢 来参加课程 那我们今天上了一天的课 哎呀 好累啊 可是出家呢 上了一天的功课 晚课到了 早课到了 禅定的时间到了 那依然还是照样进行 有没有休息 没有 有没有周休二日 没有 那你如果是来工作的 上班的 你就每天啊 就在等下班休息 如果呢 你是来修行的 你就都不会休息 所以哪一种会成就道业呢 来工作的 做一天 修一天 做两天 修十天 那这种呢 就没有精进力 没有相续力 那如果呢 你每天每天都鞭策自己 鼓励自己 鼓励 哎呀 我们要养成习惯 其实精进啊 就养成习惯 随时都在纯粹的状态 叫精 那每天都会进步 不管你在做什么 我今天到城中办事 或者是呢 我自己在山中禅定 那乃至于呢 我在行菩萨道 遇见各式各样的人 做各式各样的事 如果你有精进心 你很纯粹 随时都很专注 那你就会进步 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你都会看到自己的进步 那有这个进步呢 只要是法 那一定能够斩除 吹破脱离 一切爱福 这个爱福是怎么来的呢 这里讲到啊 是自己相续而生 那这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习惯 我本来没有习惯 那今天明天 后天我每天都做 做久了呢 就习惯了 同样的烦恼也会习惯 那我常常都用这种方式来面对 我的烦恼 或者是延续我的烦恼 相续 那相续的烦恼啊 没停 那怎么办 你就用相续的精进力 来取代相续的烦恼 因为烦恼啊 它也会延续哦 你今天呢 没有解决你现在的烦恼 那有的人以为呢 过去就好了 没事了 等一下就好了 没有哦 它会延续 因为这个烦恼哦 它会像火一样 像藤蔓一样 火呢 一烧啊 它只要有可以烧的 它就一直漫延 那藤蔓呢 只要有土 只要有所攀附的 哦 它就一直漫延 这春风吹又生 所以呢我们自己啊 就要知道 这如果没有策略的精进力 没有随时盯住我们的烦恼 这不知不觉哦 这个烦恼就会长出来 那最近呢 有这个登革热 登革热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有这个蚊子嘛 那蚊子怎么来的呢 就是有一些地方啊 滋养蚊子 这让这个蚊子呢 带着这个病毒到处 这边钉一下 那边钉一下 它就会像传染病一样 就会随着这个蚊子啊 就会到处蔓延 那你要停止它 你第一个 不是杀死那一只蚊子 是要让它没有办法再相续 没有办法再延续 那它为什么要钉血呢 因为它要生孩子吧 它要延续这个蚊子这个品种啊 所以呢 它就要在有湿气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然后残暖 那你只要注意 你这个家里面保持干净 那不要有这种 只身蚊子蟑螂的这种空间跟环境 那自然呢 就没了嘛 可是呢 我们一般啊 好困扰 哦 好多蚊子哦 那好多这个蟑螂哦 又不能杀身 那怎么办 不能杀身 不是不杀身 不能杀身呢 是好像很想杀它 那结果呢 是因为我们直接不能 心里面起的是恶念 那不杀身 是我们起一个慈悲心 如果呢 让它继续啊 在滋身 那它就有机会 有可能会被杀死 是不是 我们持戒的 不小心都会杀死蚊子 那更何况不持戒的 直接的就是扑杀 所以啊 最彻底的方法 就是无声 不要让蚊子继续滋身 它就不会有什么 这业障的众生啊 又在投胎来当蚊子啊 所以这个是最彻底的方法 要无声 那你要怎么解决它 你就要有精进力啊 你要怎么样精进 要一直不断的维持 你的环境的清净 环境的安全 那同样的自己的心也是如此啊 我的心里啊 不小心就会滋身相续 这一切的爱跟福 爱了之后就会福啊 你爱的东西就把你绑住啊 绑住了你就不得自在 爱而不得很痛苦 爱了之后被绑住也很痛苦啊 我们不知道啊 以为有爱好好哦 我好爱他哦 我好爱这个东西哦 我好爱做这件事情哦 那你如果不能做呢 你不能爱他呢 如果这个人呢 他不是一样的爱你呢 那你一样很痛苦啊 所以啊 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戒定慧这个基础 然后呢 加上精进力 就可以脱离自己相续生起的爱福哦 而且这里还讲自己哦 还不是别人帮我的哦 不是别人长得太可爱 害我很爱他 这不是啊 这个是自己相续的啊 是你自己要爱的 不是别人必须就要爱你啊 所以如果我们的烦恼是 为什么我这么的好 你都不爱我 那你一定很痛苦啊 因为你最爱的就是我啊 最爱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 哎呀 为什么没有人跟自己一样 这么爱自己呢 那这个就是 你的烦恼很多 怎么办 那不要 不要只是问怎么办啊 因为现在佛陀就教我们 离开束缚的方法 就是戒定慧 然后精进 那这个以上呢 那这个以上呢 就是非常重要而清楚的指标啊 而比戒陀佛于休息四沙门道之刹那 那这一段呢 就在讲啊 就是这个结福是什么时候脱离啊 当你要修四沙门道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做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 我们要修的是什么 我们要修的是什么 比丘修的法 沙门就是指修行人 那修行人的法 只有一个法叫做解脱 解脱的目标呢 就是正到阿罗汉 阿罗汉道啊 在修的时候啊 你这刹那 你已经在脱离截伏了 你如果不修这个脱离之法啊 你就是黏伏之法 你只要脱离精进 你就在黏伏 就在轮回 所以你不能不精进 你只有精进 才有办法解决轮回 否则呢 表示什么 你如果说 我都精进不起来啦 我都不想修行 我觉得修行没力啦 没劲 觉得呢 修行啊 很无趣 很多人是这样啊 他为什么不修行呢 他为什么不要用功呢 因为他觉得很无聊 修行修得很没意思 那世间呢 还是比较可爱 我修行好了 就可以怎样 可以吃吃喝喝 放松一下 如果你的心里呢 觉得这个放松一下呢 吃吃喝喝啊 我终于有时间 可以听听音乐啊 可以到处去走走啊 那表示你没有想要 脱离轮回啊 因为我修行啊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哇 这修行好像不错哦 结果呢 一下课就要去吃饭 跟朋友聚餐 聊天 然后要去谈生意 要赶快呢 去工作 赚钱 那就表示啊 你并没有想要脱离 这个解福啊 那只有呢 要修解脱道的人哦 才会不断不断的 除了四沙门道之外 你都没兴趣 什么是四沙门呢 就是从五庭新观 四面处 别相念 总相念 三十七住道品 你都在修 这三十七法 都在住道 住什么道 让你成道正果 可以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我们所有的目标 都是为了成道正果 你不要说 师父 可是我们是行菩萨道啊 行菩萨道的目标 也是让所有的人 都能解脱 都能脱离解福 所以不是要让大家更黏着 而是要让大家更脱离 脱离解福者 得四沙门果之刹那 它就变成什么 世间最上之应共者 所以这就是 现在世尊所说的 有勤至比丘 这比丘因为修四沙门道 而正得四沙门果 所以在这一刹那 他开始修的时候 就是脱离 正得四沙门果的刹那 他就足以成为应共之人 这就是修行人 最值得被供养的 出家法师 出家的比丘 比丘尼 因为我们是在往脱离 解脱的方向前进 虽然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应共 可是我们因为方向是一样的 什么一样 就是我们往成道正果的方向 所以足以接受大众的恭敬 护持 那你不要说 我都还没修好 那怎么办 要回去赚钱 赚钱呢 让自己有资粮 有机会来修行 那如果这样呢 佛陀就不需要交代大家出家 你就在家 然后又可以赚钱 然后又可以自己成立一个佛堂 然后自己念佛 那这就不是出家的意义 出家的目的 就只有一条叫做解脱 那行菩萨道呢 就是要教大家解脱法 所以不是行菩萨道 就是入世间 然后黏着 黏在居士身上 我好爱哦 我觉得这些人 我都是我最喜欢的 那你如果呢 每天都只有想着 我要度我最喜欢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然后呢 那你就在家就好了 可是呢 因为出家了之后呢 不只是家人 同学 朋友 同事 你爱的人要度 那些没有缘分的 你不认识的 你也都要发过大心 带着大家一起解脱 所以呢 休息以四山门道啊 这个不是不行菩萨道 是以解脱为我们最主要的人生方向 我们的人生方向啊 是因为自己想要成道正果 这一刹那呢 你就具足应供的资格 那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德 可是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哦 是对的 所以足以接受农天的护齿 农天护法最明亮嘛 他们的眼睛最明亮 那一般人呢 你可以骗得了大家 是一般凡夫 他只有看到光头 穿着袈裟 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修的好修的不好 他是看名词的嘛 这是住词 哦他一定是最修的好的 那他是刚出家 那他大概就没有什么很厉害 他以前还是我同学 现在出家了 那没什么好恭敬的 那是凡夫啊 一般人就会这样子去论断 用名词来分别 那分别呢 那是凡夫的大小眼 那不用管他 这一般人都是这样 世俗人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知道啊 我们不是修行给人家看的 也不是呢 在这个职位的高低 然后起烦恼心的 那你要怎么样 就是要修四沙门道啊 你只要修得好 那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自有明眼人 明眼人呢 一看就知道你是在修行 是真实的修 还是在那边装模作样 孤名调愈 所以呢 这个都没什么好计较 修行修得好 修得不好 你自己知道 还有呢 真正的 有智慧的抉择就知道啊 所以你不需要去骗人啊 你装模作样骗人没有意思 那你骗自己更没有意思 所以这个修行人就是以解脱为目标 我们以解脱为自己唯一目标 你一定会解脱 你如果一下子要解脱 一下子要不要解脱 一下子要解脱 一下不要解脱 那你到底要怎样 是不是 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 哎呀我一下子要学法 一下子要起烦恼 我不学了 那我一下子要学法 那我一下子要不学了 我来看看师父会不会来鼓励我 那你就慢慢等啊 所以啊这个就是啊 一般人那也没有办法成功的原因 烦烦恼恼 那出家人不要被转了 不要被 因此而障碍了 自己想要修行的心 反正呢 我们不是要修给人看的 我们修给菩萨看 修给隆天看 那其实呢 最终不是要修给别人看 是对自己负责 那你自己知道啊 我有什么功课 我做的好做的不好 好的继续保持 不好的呢就改进 改进了就变好了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整个修行啊 就很清楚 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依佛而修 依佛法而行 那这就是世尊所说的啊 助力借会人 修习心语会 有秦至比丘 当离此皆福 时间不多 大众继续精进用功 黄星顿歇 歇吉菩提 不过是 大众继续 感谢观看